這個計畫主要的目的 是要收集整理 國外農業電子化的新發展的資訊 介紹給我們農委會底下很多研究單位 這個計畫不是一個論文研究 卻被抹黑成為抄襲不抄襲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遺憾 我們的團隊成員都非常努力的 很怕說有遺漏 但是萬一萬一有百書遺漏的話 我在這邊也代表我們的團隊 跟我們的農委會致歉 我根本就沒有誠信的問題 也沒有什麼退選不退選的問題 我覺得不可思議 張山珍先生他要說明清楚 因為這個是獲利的行為 而且是不當獲利的行為 張山珍先生還沒有登記 那我不會要求他為這個退選 前面要是跟你講他沒有誠信的問題 他說他被抹黑 當然他一定要這麼說 他如果沒有這麼說 他怎麼選的下去 因為他一定要把所有現在 質疑他的部分把它打成是抹黑 但是一樣 當初在談林志堅論文的時候 也在這個地方 我也是說 就是志堅他要把他認為說 他被這個扭曲抹黑的部分資料拿出來 你要講他可以把所有資料公開 對所有資料公開 一樣我現在也要跟張山珍這麼說 其實不是兩個字抹黑 然後你就可以一直撐撐撐撐到十一二十六號 不會因為所有的週刊報導是非常的清楚 而且你說你是你的研究計畫是要匯整所有 海內外的相關期刊相關研究資料 可是人家有說你要連標題都給人家抄嗎 然後有說你要這個用所謂的簡體字變成繁體字嗎 還是說你要把人家英文然後翻譯成中文 然後呢再把它再重寫一次嗎 原來是這個樣子嗎 五千多萬是怎麼這樣的一個用意嗎 他整個報告大概有兩百多頁 就是剛剛光景長最後結案報告六頁嘛 那兩百多頁換算回來一頁大概二十五萬 可是後面一堆是復健 一堆是復健實際上超比的 就在前面這幾頁重點 可是這幾頁重點 就讓大家發現 就有這麼多所謂複字貼上 然後甚至是把英譯中 然後這個簡體字變成繁體字 我特地去把這個週刊調出來 就是這個商業狀況一零四三期的 他的題目當時候他漲的也就是說 這個荒帝闖出百萬年薪 我想這裡面有一個部分 我讓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張贊政應該要說清楚 而不是說用抹黑 我還特地去比對一下 就是說他這篇這個文章裡面 就是所有的這個週刊報導的當中 其中他有幾個就是引用 他的一個標 包括絕境建商機 然後著手提升經濟規模 跳過中盤銷售 這都是他的標 這是商周的標 對這是商周的標 然後第三章是租地當大電農 機械化操作效率大增成本大減 然後這也是標 加入全球競賽引進奇異果分裝機 做產品分級 這都他的標 然後他裡面就他的標 直接變他自己的標 那你說這是匯整嗎 不是吧 匯整應該是把所有的資料做一個調配 然後所謂的一個數據 不是你照抄啊 你把人家的標變成你自己的標 這太奇怪了 而且這當中很厲害的是 你要引用人家的字 你知道嗎 他很厲害 他就把人家這個商周裡面報導的 然後呢自己寫一段文字 我也覺得好奇怪 這可能是 覺得這樣是最審視了 他把這個是你看 我還特地比對 他把這當中這樣的一個順序 你故意往下往回寫 人家是這樣從上到下的順序 他就故意從下往上 往上寫 然後就這樣一個段落兩個段落 這樣子混搭在一起 對重新排列組合 可是他的字跟標點符號一模一樣 只是把第三段變成第一段 第二段變成第一段 這樣子排列組合 那你說這是像張善政所講的說 你只是把所有國內外期刊匯整起來 然後把它做成是一份報告 要給農委會的相關單位參考的嗎 這也太奇怪了吧 所以我說真的 這當中其實我覺得 這一次的這個媒體的報導當中 他其實寫了很多 他說這都是子計畫 這子計畫裡面 就有說你抄襲哪裡 最重要的是 你說你要匯集海內外的相關期刊 研究計畫 給農委會相關的單位知道 那你怎麼還在抄農委會的 他裡面有多少是抄農委會的資料呢 還有農委會自己 他有做了很多的期刊 把這些期刊再把它匯整起來 那不多此一舉嗎 你已經說你要匯整海內外 讓農委會的參考 那你還匯整農委會本身自己的資料 他覺得農委會不知道他們自己寫了什麼 對 所以嘛 那農委會 是不是你今天等於是被打巴掌 你自己弄了五千七百多萬 給了人家 人家裡面都是抄你農委會的資料 再複製貼上 然後再領了這一筆大筆的錢 我譬如說 這不是誠信的問題而已 你說你這個研究團隊 然後大家可能便宜行事 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這樣子剪剪貼貼 可是重點是 今天我們在談論文 還是自己個人 所謂的你的學位的部分 可是這個是牽扯到 領人民的納稅錢 領公家的資源 所以這個不嚴重嗎 這非常嚴重耶 如果說今天你在五千七百多萬 當時候農委會給你的案子 你跟他的主標是不一樣 我覺得農委會當時候 能夠看了這些資料 然後讓他核備 領了這五千七百多萬走的人 這也有問題耶 所以我覺得應該全部查 到底是誰核了這個計畫 然後到底是誰最後核備了這個計畫 到底是誰准了這個計畫 讓他領了這五千七百多萬 我覺得都要查出來 小平這件事情真的很麻煩嗎 是麻煩啊 因為他牽扯到剛剛講的 牽扯到公帑 人民的納稅錢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講起來 在座每個人都有納稅嘛 所以都跟我們有關係了 我覺得有三點 第一點就是 他跟林志堅比的態度 林志堅還在追求清白 他願意致歉 總是殺傷利益 這是一個大事 殺傷利益在減緩中 願意致歉 殺人不過頭點地嘛 他願意致歉 那總是態度是好的 第一個 第二個關鍵 我從明天開二十四小時的等待 因為陳吉仲的角色很重要 第一個五千七百萬 是農委會的預算 陳吉仲是農委會現在的主委 陳吉仲是最愛做官的大學校長 陳吉仲是叫做傳真機 蔡英文的傳真機 所以他會很認真地辦這個事 所以接下來發展這個事 會變大變小 就回到剛剛小五跟你講的 陳吉仲辦了以後 那個錢是不是有貪賭 或錢值不值得所有的研究報告 因為這樣的農業發展的電子化 還是很多農業專家的 五千七百萬 幹了什麼活 有沒有價值 我覺得這個大家在看 我講說 那國民黨的溫傳會 我覺得發言點還是太嫩 這時候講張飛打月飛 是害了我們張三振的候選人 這個事情不是張飛打 什麼叫張飛打月飛 就是不想個人是 對是這概念 其實應該心平濟賀是大家心平 而不是碰到事情就認為說 我講一個另外的 我就反駁理 而反駁是沒有力道 這個不好 我認為還是回到事情的本質上去討論 如果我花三十秒講一下 就是我們大家在檢測有八大項 他有一千頁 有幾十項的工作目標 舉例說像實驗的機制 舉例說像辦研討會 出國考察 發行電子報 系統開發 計畫輔導 然後十一個紙報告 我們很想看紙報告是什麼 十一個紙報告 以最後的國際資訊 應用策略的分析 事情到這個程度 一定是媒體焦點 所以所有專家 就面對了 他的幾十項裡面 這個八大項來檢測 到底值不值五千七百萬 最後風暴能不能檢測 就這樣走下去 那我就先來開始 因為當初是洪基他是副總 副總大概那個位置 然後他就變負責人 團隊有十二個人來兩年 得標的時候是 是那個阿扁政府的時候 2017年到2009 對 然後審查給他 因為他那個錢款 不是說我全部辦完以後 給你五千七百萬 是你做了什麼給你幾百萬 不是做什麼給你幾百萬 大家知道 所以我也非常同意 庭妃講就是誰給他得標 誰審查這預算 值不值 我認為這是重點